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特色菜 鱼香肉丝 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碗中加入胡椒粉 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半个鸡蛋轻抓匀 再放入一勺淀粉抓匀 腌制10分钟 再掉一个鱼香汁 生抽 老抽 陈醋 白糖 倒洗盐 一勺淀粉 半碗水 拌匀备用 锅中水开放入胡萝卜 木耳丝 焯水一分钟捞出油 开放入肉丝炒 变色胜出 锅底留油 放入葱姜 将蒜泡浇炒出香味 倒入肉丝翻炒一会 下入所有的蔬菜丝 翻炒均匀 淋入调好的鱼香汁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超级下饭又好吃 最近啊 有朋友问我 他新买的这个土豆 又大又圆 很漂亮 但是切开之后吧 里边是空心的 他就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还以为是一个 这个新品种 其实我跟他说 这个空心的土豆 他其实是打了一种 叫彭大剂的东西 这个彭大剂的学名叫细胞 激动素 大家一听这名字 就有感觉了 你想想 土豆的这个细胞都激动了 你说这个土豆 它能长成什么样 最后打个彭大剂的土豆 在光合作用下 那长得是飞快 比没有使用彭大剂的土豆 起码要快一倍以上 这个彭大剂呢 如果在国家规定的 合理的用样内 对人体也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一旦超样使用 而且长期食用的话 也是比较大的 有些不法商家 为了使自己的土豆 长得又大又快 能尽早的上市 所以经常是超样使用彭大剂 这个彭大剂 如果人体食用过多 容易致癌 咱们小朋友 如果长期食用 打个彭大剂的土豆 还容易造成性造输 所以我建议大家 买这种长得又大又圆 又漂亮的土豆 特别是一边切开是空心的 一定要慎重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